我的首富老公心里住着个白月光,但为了钱,我每天都恪守本分,直到我被她的白月光嘲笑是踢身,转眼对上首富似笑非笑的眼神,回嘴,说你不是踢身,你是我最爱的女人。 那些阔太太又喊我去参加圣达十周年宴会展了,听说那场宴会,首富的白月光,沈娇娇也会出现。 我心里再清楚不过了,阔太太们并非真心邀请我,而是想看我的笑话。 因为人人都知道我虽然嫁给了梁城赫赫有名的首富陆四千,但陆四千的心里却从来没有我。 而我不过是吃沾了和沈娇娇长得最像的福奇光,才能一跃成为陆四千的枕边人,身份位最高的提升。 那些人总以为我拒绝参加宴会,是害怕和沈娇娇明面对上,输得一败涂地。 可他们都错了,我只不过是恪守本分,给陆四千和白月光留独处空间罢了。 毕竟,如果我像陆四千之前那些女人一样,娇柔作作,妄想陆四千成为我的唯一,那可就一分钱都拿不到了。 可我没想到,陆四千会亲手将邀请韩娇与我。 我抬头看了眼时钟,才九点,她居然就回家了,往常这时候,她应该还在和那群生意上的伙伴饮酒作乐。 说实话,我是不想去的,我还真没想好怎么和沈娇娇面对面相处。 万一闹得不开心了,我还得低声下气求和。 虽然尊严在前面前一文不值,可我好说歹说,也是陆四千名义上的正牌的太太。 当着那么多人面,被说替身也就算了,还被碾压像什么样。 可既然陆四千都开口了,我必须乖乖接过,绝不能让金主不开心。 见我接过,她清冷的眼里反而闪过一丝脑溢,如果不是我看错的话。 难不成她不想我去,那为什么还要给我邀请韩? 再测试我对她的忠诚度,因为白月光回来了,所以她想要趁此机会修了我。 这可不行,越想越心慌,愁愁再三,我只能又小心翼翼地把烫金色邀请韩。 塞回了陆四千的掌心,那天,我高中同学聚餐,我都答应了,放人家鸽子不好。 文言,她紧敏地唇扯了扯,暖黄色灯光,将她深邃的五官,趁得反而柔和了起来。 陆四千似笑非笑地看着紧张的脚手指的我,你都没打开邀请函,就知道哪一天有聚餐啊。 完蛋,漏洞太明显。 我赶忙解释,你忘了,王太太他们早就邀请过我了,他们和我说了具体的日子。 陆四千这才嗡了声,修长地指尖把完周手上的邀请函,对着封面字体摸索了好一会儿才到,是你自己不去的。 说完,随手把邀请函扔进了垃圾桶。 我对着他离开的气场背影,平泪的气终于是一股脑呼了出去。 如若我方才说错话,那么现在在垃圾桶的,就不是邀请函,而是我了。 死去的邀请函就是我的化身。 白月光回来了,能在陆四千身边的日子是待一天少一天。 离婚是迟早的事。 抓紧时间再买小金库,准备跑路才是真。 宴会当天,陆四千当着我的面脱掉了睡衣,换上一套海蓝色西装。 不得不说,陆四千的身材是真的好。 体格匀称,标准的八块腹肌人鱼线,除了背后的那道陈旧性伤疤,简直堪称完美。 我一时间望了眨眼,隐约听到陆四千的声音。 我回过神,只见陆四千手上拿着领带,似乎是想询问我颜色,但又拉不下面子。 我想,与许久未见的白月光见面,他一定很紧张。 那我就帮帮他吧。 我赤脚下地,自然地拿过那条暗红色的领带为他系上。 这是个亲密的动作,我俩的距离立马被拉得很近, 我能感受到他胸腔里的微微颤动和缓慢喷洒的呼吸。 祝圣达十周年展会成功,为了缓解尴尬,我只能随意找了个话题。 他没说话,只是以垂眼的角度静静看着我。 我咳嗽了一声,他应该也是才反应过来,默默地往后退了一步, 从口袋里拿出一张黑卡递给我,这里面有一千万,就当你这两年赔我的报酬。 我愣愣地与他对视,他五官还是一如既往的的,俊逸清冷, 带着旁人一眼就能看出的淡淡疏离。 分手费吗?不知为何,心底有些顿痛。 四拉拉的。 好半天,我才小声道,两年的时间,才一千万嘛。 这话一出,空气的流通明显慢了下来。 我也后知后觉自己说错了话,赶紧抬起头,想要弥补。 陆四千的表情却像是气急返校,支票在书房抽屉,想要多少,自己填。 我能感觉到,陆四千生气了,至于他为什么生气,我也能猜到。 要是我结婚了两年的老婆明目张胆和我说, 嘿,我和你结婚,就是看中你的钱。 是我,我也生气。 怪我,美色当前,没控制住心绪。 这下,也不知道怎么解释。 陆四千气得连我早起给他准备的早餐都没吃, 甩了我张冷脸,就出了门。 临走前,还不忘叮嘱我,不许去一些不三不四的地方。 我皱眉,他怎么会知晓我去酒吧蹦迪的事,巧合吧? 我在他眼前,可是个连才死之虫子都会哭泣的柔弱狗。 但说实话,他有脾气,我也有脾气。 两年之中,我不止多少次,都想骂他一句。 你知道,你每次睡在家里,我都得起个大早话素颜妆做早餐, 还不能随心所欲出去嗨。 有多累吗? 可我不敢,因为我是个合格的替身, 我连性格都必须贴近他的白月光沈娇娇。 沈娇娇喜欢琴棋书画, 而陆四千是我的金主老公。 我的钱都是他给的。 越想越憋屈, 我果断去书房的抽屉拿出支票填数字。 他同意的,不拿白不拿。 可陆四千开进口了, 我自是不敢忤逆他。 不出去就不出去吧。 我百无聊赖的窝在客厅沙发上看去, 一条热搜从平板顶部划过。 赫赫然的大标题, 警号报。 梁城首富陆四千与沈家千金沈娇娇首次同台, 疑似旧情复燃。 我本以为我不去宴会就能躲过陆四千和沈娇娇的甜蜜叙旧。 可他俩上赶紫着往我眼睛里边闯算怎么回事, 手上却没忍住点进去。 与我有七八分相似的沈娇娇小鸟一人地站在身子挺拔的陆四千身边, 笑得甜蜜可人。 男人则眉头微醋, 聚光灯下的五官宛若鬼斧神功般俊美, 整个人却是散发出一种巨人鱼千里之外的气场。 不愧是陆四千, 什么牌子的塑料袋呀, 这么能装。 见到白月光还不表现得高兴些, 这都上热搜了。 陆四千回来要是问起我, 我说没看到不对, 我说看到了也不对。 真难啊。 思来想去, 我选择卸载了各种论坛网站, 退出纷争才是保平安最正确的选择。 我觉得我应该是史上最合格的提升啊。 恪守本分, 不听旁人煽动, 绝不触碰首富老公心里的那根红线, 喊给他和别的女人留下足够多的相处空间。 乌拉那拉是来了, 都得叫我生好姐姐。 正沾沾自喜着, 手机突然响起。 我接起, 那头披头盖脸, 对我就是一顿骂。 苏沁岩, 我平时教你留住陆四千的方法, 你都忘了吗? 我告诉你, 要是沈四千因为沈娇娇和你离婚, 你怎么的也得额他几个亿, 反正他是首富, 他也不缺这点钱。 对了, 我最近看中一套新开盘的别墅, 全款可以便宜个几十万, 我好心帮你省钱, 你帮我买了就行。 方才还因为拿了钱的心情, 一下子跌入谷底。 电话那头, 是个如同吸血鬼般的女人, 她时时刻刻都不忘抽干我身上的所有价值。 我从沙发坐垫下取出一根烟, 烦躁地想要点上, 但又怕陆四千回来会闻到烟味, 只能在细嫩的指尖来回打转。 我没有钱给你买别墅。 没钱。 女人的声音尖锐刺耳, 叫得我禁不住将手机拿远了几厘米, 我在心底冷笑。 那个得寸进尺的女人又开始进一步地威胁。 别忘了, 你是靠谁给你的脸, 才有幸被首富看上的。 你应该不想被陆四千知道你肮脏的过往吧? 随你。 我把烟熬断, 扔进垃圾桶, 同时不忘对着手机笑嘻嘻道, 如果你不怕一分钱都拿不到的话。 女人留下一句, 燕会展在某某路是吧? 苏沁言你给我等着。 就挂断了电话。 我则拿着重新跳回通话界面的手机, 发起了呆。 女人叫杜燕, 是某娱乐场所的老板, 她从人贩子手里买下了我。 被拐卖的日子真不是人过的, 被打被骂, 那都是小事, 最可怕的, 是那些人无时无刻不再基于我的血液和器官。 杜燕对于我来说, 是我的救命恩人, 而我为了活下去, 我只能拼了命地讨好她, 甚至是出卖了自己最引以为傲的灵魂。 哪怕如同行尸走肉, 我也真的只是单纯地地想活下去。 换作之前, 我是完全不敢顶撞杜燕的。 但与陆四千结婚的这两年, 我体验了从未有过的温暖, 她在不知不觉中给予了我底气。 有时候我在想, 我是不是能够一直这样平静地走下去, 直到真正的沈娇娇从国外回来了, 而我很快又得重新归于沼泽之中。 思绪回笼, 我想起杜燕的那句警告, 她如果真的去展会闹事, 打扰到了陆四千和沈娇娇的二人世界, 按照陆四千的脾性, 她铁定得对着我大发雷霆, 内心骤然慌张, 我匆匆忙忙地披上外套, 可到了展会门口, 看着入眼的那些数不清的豪车, 我退缩了, 接二连三的震动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低头瞧了眼, 是阔泰他们的群, 我从未在里头说过话。 沈娇娇怎么哭了, 听说陆首富骂她了, 为什么? 那不是她最心爱的白月光吗? 她怎么舍得呀, 要骂也应该骂提身啊。 苏沁岩也在这个群里, 热火朝天的聊天停顿了, 消息瞬间被撤回, 我正愣地看着这些绿色气泡, 眼前恍恍惚惚的, 直到挡风玻璃面前出现两道交缠的身影, 准确来说, 是一道纤细地缠着另一道长身玉力的。 其中一个我熟的的不能再熟了, 此时此刻, 男人好像是感受到了我的视线, 他抬起头, 冷峻的眼神穿过层层车流, 远远地与我对视。 没看错的话, 他应该是对我做了个口刑。 下车? 下车? 干什么? 让沈娇娇吃了我吗? 而且, 他是千里眼吗? 我特意把车停得那么靠里, 都耐被他捕捉到。 可金主爸爸永远是金主爸爸。 我只得认命。 下车的一刹刹那, 冷风拂过, 我才迟钝地反应过来, 匆忙之下, 自己穿得的还是人字拖。 披头散发, 素面朝天, 连带戴着隐形眼镜都被我取下, 换成了黑矿大眼镜。 说实话, 陆四千还没看到过我这副腹部修边幅的模样。 我一个转身, 就想回车上, 却被大步走过来的陆四千给扣住了手腕子。 他力道很大, 几乎是让我毫无还手之力。 陆四千将我被风吹乱的碎发别至耳后, 随后又轻拂我的头, 不苟言笑的俊脸, 展露出一抹淡淡笑意, 既然来了, 怎么不打电话给我? 他凑近我, 怕我吃了你。 这是什么一情况? 我转动眼珠子, 良好的职业修养, 使得我默认陆四千在故意惹白月光生气。 一定是因为白月光离开了他太久, 他不高兴了。 想了想, 我正准备说些什么为他俩做合适佬, 却被沈娇娇的嘶吼声给打断了思考。 一天耳朵受到两次残害, 我有苦难言。 却见钱一秒还在对着我路四千撒娇, 一口一个阿钱我回来了的沈娇娇。 下一秒就对着我言语羞辱, 你就是阿钱找的那个最向我的提身。 说吧, 你想要多少钱? 如今, 我回来了, 你不用再待在阿钱身边了。 那么有钱? 我默默在心底想, 两千万以下我看不上, 如果你愿意给我一个亿, 我立马卷铺盖走人。 郑玉开口, 转眼却对上路四千四笑非笑的眼神, 回嘴啊, 说你不是替身, 你是我最爱的女人。 打死我也不会想到, 这样的话, 会从路四千那张毒死人不偿命的嘴里说出来。 沈娇娇更是急得眼眶都红了, 咬着下嘴唇一副强忍着不哭的模样, 倒是颇有些梨花待雨那位。 我则像是个失去了思考能力的机器人, 目光呆滞地从他们两个人之间来回打转。 说真, 我摸不透露四千这次的想法。 我的本意只想要钱, 随后当一个安安分分的前妻, 不愿被牵扯进她和百月光的这段复杂的爱恨情仇中, 但也可能是受露四千的虐兽久了。 她让我说这句话, 我竟不受控制地重复了出来。 眼见的一滴痘大的泪滴从沈娇娇的大眼睛里滑落, 她不可置信地拉住了沈四千的西装后摆, 抽气道, 阿千, 你是生我气了对不对? 你气我不告而别是不是? 我那是有苦衷的呀。 我嘴快地问了句, 什么苦衷? 说完, 我恨不得抽自己嘴巴子, 真是嘴巴在前面跑, 脑子在后面追, 还追不上。 如我所愿, 沈娇娇看我的眼神, 哀怨又愤恨。 我吞了吞口水, 很想说一句, 要么我走。 可露四千不知什么时候, 从抓着我的手, 变成了揽住我的肩, 将我紧紧摁压在他结实的半边胸膛上。 还越揽越紧, 压根无视那群零零散散, 走出展会大厅的豪门贵昼。 有钱人的八卦最得尽了, 可如果那些八卦的主人公是我, 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本来那些人嘴里说的只是些闲言碎语, 见露四千没有丝毫避讳。 那些人都开始明目张胆地讨论起我们仨了, 甚至有人拿起手机拍照, 可我现在是素颜啊, 我好歹我也是首富的最美提身, 这个模样上热搜头条多丢人。 要不我解释两句, 就说露四千爱的一直是你, 不是我, 让沈娇娇缓缓情绪。 然而说出口的话却变成了, 沈娇娇你要是早两年回来, 我一定成不了露四千他老婆。 沈娇娇哭得得更大声了, 我面色尴尬, 挨着我的胸腔微不可茶茶地震动了两下, 我偷偷抬眼, 发现露四千居然在笑, 细碎的光洒落至男人的眼底, 掩盖住了那抹长年的宿母。 可我只觉得惊恐, 我这么对待露四千的白月光, 他不但没生气, 竟然还笑了, 他这别是在心里磨刀霍霍, 想着怎么报复我吧。 四面八方围观人数, 成倍增长, 此起彼伏的交流声入耳, 这个苏沁妍是在挑衅沈娇娇啊。 你没看到吗? 露四千护着的是苏沁妍啊? 难不成真的乌鸡变凤凰, 替身摇身一变成正身了? 也有可能是露四千利用苏沁妍, 故意弃沈娇娇的不告而别。 嗯, 这个观点我极度赞同, 不知道沈娇娇的脑子 能不能get到这个点。 直到我被沈娇娇狠狠冲撞下肩膀, 我脚下一个蹬, 等回过神, 她已经捂着嘴跑走了。 看样子是get不到, 而我, 去也不是, 留也不是, 本想着破罐子破摔, 干脆就当一回露四千的恩爱太太。 谁知沈娇娇一走, 这男的便收了手, 方才的温柔, 好似只是过眼云烟, 她又恢复成了那副冷淡的嘴脸。 语气都变了, 你不是说你不来吗? 还是说, 我竟从她眼中看出一丝期许, 你在吃醋? 啊, 总不能说我是怕我的黑料被有心之人曝光, 影响到你和沈娇娇, 你浓我浓吧。 然后, 你一气之下和我离婚, 不给我钱。 犹豫片刻, 我小心翼翼地开口, 你放心, 我不会吃醋的, 我这人很有分寸的。 我, 哎, 陆四千你怎么走了? 陆四千压根都没听我讲完, 冷着脸就往展慧听走。 来都来了, 为防止意外发生, 我只能去追她。 人字拖走不快, 我追赶得特艰难。 好容易离陆四千的背影只剩一池远, 我就被一道毫不留情的一栋闸门给拦在了外边。 眼睁睁地看着陆四千那高大的身影离我远去。 保安铁面无私地对我说道, 外卖不允许进。 不是, 你哪只眼睛看我像送外卖的了? 我手上不就拿了两杯随手买的奶茶吗? 保安继续说, 无关人员也不允许进。 话音刚落, 那道卓越的身影去而复返。 陆四千一靠近, 所有的炸鸡就自动开了。 他弯腰牵住我的手, 面无表情地看向正义脸狗腿对着他搓手的保安, 淡淡道, 这是我太太, 以后记住了, 不许来。 我被陆四千牵住手, 他这人自脱茫然地跟着陆四千的脚步, 进了那个传说中富丽堂皇的酒店展厅。 玉雕刻的柱子, 以及金子, 契橙的摆设, 无意不闪瞎我的狗眼。 走着走着, 还能见到几张在电视上经常见到的熟脸, 皆是俊男靓女, 一个赛一个的精致。 怪不得那群富二代小明星挤破脑袋, 也要来参加这种无聊的展会。 哪怕积累些人脉也好啊。 我这边在东张西望的同时, 陆四千也在一旁打量我。 他看似无意地问道, 最近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我心头顿觉一处, 不好的预感瞬间涌了上来。 下意识地打着哈哈, 我天天待在家里, 老公你不缺我吃不缺我用, 我还能有什么困难? 苏静言, 你记住, 他也不知受了什么刺激, 看着我的眼神格外认真, 让我有种错觉, 他的白月光不是沈娇娇, 好似一直是我一样。 他道, 不管未来如何, 至少现在, 你还是陆太太, 你是首富的老婆, 圣达那些股东来了, 都得尽你三分, 你没什么需要害怕的, 你懂我意思吗? 我不懂, 可陆四千的眼里, 好像有着一潭漩涡, 深邃而又犀利, 可以洞悉一切, 顺便将我牢牢锁住, 我鬼使神拆地点了点头, 突然觉着, 确实好像什么都不怕了, 但很快, 那仅存的暖意 被他的狠利所替代, 这一刻, 他不是我的老公, 他又变回了那个职场中 肆意叱咤, 而又手段厉害的男人, 他还是那个, 需要我费尽尽浑身解数, 拼命讨好的首富, 我听到他轻声说着, 声音低得的好似自言自语, 苏沁言, 希望你不要骗我, 他这话, 几乎是让我瞬间从梦中清醒, 我险些忘了, 一直以来, 我对陆四千都没有付出过真心啊, 给自己戴戴上面具的这些年, 我恐怕早就失去了真实的模样, 我见前眼开, 只要男人的一句话, 我便能装成他爱不释手的模样, 为了活下去, 我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那是一段污秽的过往, 我相信以陆四千的能力, 只要他想查, 我定然躲不掉, 可我找到他, 说自愿当沈娇娇替身的那一天, 他什么都没有说, 只是默默把我安顿进了那栋装潢简洁的别墅, 我不希望陆四千知晓这一切, 可我清楚, 总有一天, 他什么都会知道, 我不敢想象, 如若陆四千发现我从头至尾, 都是在哄骗他, 我是被杜燕故意送过来接近他的, 连带着我的脸, 也是为了模仿沈娇娇, 而刻意微调过的, 他会不会气得把我杀了为诸, 我自认为我的演技天衣无缝, 可陆四千毕竟不是以前娱乐会所的那些阿猫阿狗, 按照他那惊人的观察力, 保不齐他会看出些什么端倪, 在他身边多留一天, 我的危险就多一分, 如今我又冲撞了杜燕, 惹了他不快, 与其被杜燕疤得体无完肤, 还不如率先体面地离开, 还能给陆四千留个好印象, 说不定他心情一好, 还会给我几百万的小费, 想是这么想, 可真的想到自己某一天会离开那个唯一的家, 我的心情还是抑制不住地往下沉, 近乎是下意识地的脱口而出, 要是哪一天你要和我离婚, 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听到, 我吸了吸鼻子, 别忘了给我一笔巨额的分手费, 陆四千的脚步顿住了, 我只觉得牵着我的那只手用了力, 握得我掌心生疼, 可看过去, 他依旧只是直视前方, 轮廓分明的面部线条紧绷, 隐约透着鼓不耐, 我在心底窥叹一声, 宴会展结束, 陆四千还有生意要谈, 说今天就不陪我了, 我求之不得, 一个剑步冲上了自己的爱车, 第一件事, 就是后悔自己, 为什么没有打扮一番再出门, 中途, 要不是我以上厕所为理由, 陆四千能将邋遢的 我在展会上的精英人士里, 介绍个遍, 我没有忽略那些人狐疑的眼神, 想必都在疑惑, 为什么堂堂首富, 会看上我这等粗糙朴素的女人, 但陆四千就像是没看到似的, 反而乐在其中, 也不放我回去, 愣是把我扣在身边好几个小时, 条件反射, 打开广播, 想要放松一会儿, 却不想, 我和陆首富, 以及白月光的白蛇传, 荣获车载广播热门话题榜首, 只听到男主播, 用着如沐春风的绝美嗓音, 说着有关我的亲身八卦, 盛大十周年宴会展, 有知情人士透露, 首富陆四千的前女友沈娇娇, 也光临现场, 二人之间暧昧气氛爆棚, 女主播紧随其上, 谁知陆四千的正牌太太得到消息后, 马不停蹄赶来宣誓主权, 仅凭借着一张未失粉带的脸, 就把沈娇娇给骂哭了, 说起来, 这个苏沁言啊, 还是沈娇娇的提身, 男主播轻笑, 一日夫妻百日恩, 时间长了, 男人的心也不是铁座的, 等等, 好像有个自称是首富太太熟人的匿名用户, 给我们公众号投了一份视频录像, 还有几张照片, 女主播, 又是恶作剧吧, 这个月, 我们已经收到多少份, 自称是陆太太姐妹的投稿了, 小言, 微博热门炸了, 我的天, 这个人, 是陆太太吗? 不可能吧, 我本还只是把这段广播当笑话故事听, 可他们的语气, 隐隐让我生腾起了不好的预感, 紧接着, 我加入的那些阔太太群消息像疯了一样的涌入进来, 提示音不断, 跟我平日里接触的比较多的太太们都在拼了命地爱偷我, 亲眼, 这是你吗? 陆太太, 有人在散布你的谣言? 假的吧, 我和陆太太相处那么久, 她平日里宅得得很, 别说去酒吧了, 网吧都没踏入过一步, 陆太太连和我们聚餐都得三催四请的, 一张模糊的照片猝不及防地出现在我的眼中, 说实话, 手机上那个穿着低胸装, 被人围堵着灌酒的我, 我不可能认不出, 因为那是曾经在娱乐会所的我, 我关掉照片, 打开阔太太发的那份视频, 画面中, 女人精美的五官隐藏在一片缭绕的烟雾中, 环境嘈杂, 她拇指轻碾碾, 动作熟练的胆趣烟灰, 笑容妹的勾魂射破, 可声音却和她的外貌大相径庭, 她甜甜地说道, 首富不也是个普通男人, 只要我想, 她便会心甘情愿地让我做她的妻子, 到时候, 哪怕她的白月光回来了, 我也早就大捞一笔离开了, 嗯, 如此嚣张, 确实是出自我口, 我真佩服自己, 都这个时候了, 还有闲情雅致, 欣赏以前潇洒的自己, 我庆幸自己卸载了一切能够引发讨论的软件, 眼不见为净, 也不至于心烦, 标着杜燕名字的手机号, 及时穿插, 进入我的思绪, 接起, 却不是杜燕那精明的声音, 取而代之, 是个尖灵牙利利嘴齿的, 这个人我记得, 她叫秦明明, 杜燕带我回来后, 她总是以教我为由, 各种欺辱我, 后来我被杜燕看中, 被送进良城拍卖会去接近路四千, 她虽有不甘, 却也不敢违背杜燕, 此时此刻, 她毫不掩饰地大声说道, 苏沁言, 杜妈妈说你是白眼狼, 我还不信, 今日新闻上一见, 你真是榜榜上首富, 忘记了我们这群好姐妹呀, 你的那群男人, 现如今可还在眼巴巴等着你呢, 搞半天, 你哥这桩什么清纯正直小女人呢, 你自己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你心里没数吗, 你就等着你的首富老公, 让你净身出户吧, 我果断挂了电话, 我能猜到杜燕迟早想搞垮我, 她这么强势的女人, 怎么可能会允许自己的棋子, 肆意忤逆她, 其实我是有心理准备的, 第一通电话是警告, 而那么长时间里, 我没有找到她道歉, 这行为已经成功激怒了她, 我从中控台抽屉, 翻出那份不久前刚你订定好的离婚协议, 手机拿了又放, 还是没有打给陆四千, 当晚, 我洗手做做羹汤, 使出毕生绝学下了厨, 做了几道陆四千最爱吃的菜, 等了一夜, 陆四千没有回来, 是啊, 毕竟谁能接受一个过往糟糕透了的女人, 更何况是陆四千这种优秀到压根不缺女人的男人, 我承认, 我心存侥幸心理, 我希望陆四千没有看到那些有关我的脏污视频, 我和她依旧可以平平稳稳地过从前那样的生活, 我为了我的钱, 她为了她的白月光, 我自私地稀迹, 哪怕她得知真相, 也是在我拿了钱, 自意地离开她后, 而不是现在, 我什么都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 可我心里清楚, 如今一切都不同了, 沈娇娇回来了, 等到他俩和好, 我必然要成为退出的那个, 仔细想想, 其实早走晚走, 又有什么区别呢, 哪怕演了两年的戏, 我也终究不会成为像沈娇娇那样温柔可人, 哭起来我见游怜的女人, 我是苏静岩, 我不喜欢琴棋书画, 我喜欢抽烟喝酒, 我苦笑, 把离婚协议书放上书桌, 片刻后, 在签名那一栏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拿上被我藏在各处角落的烟包, 我收拾了行李, 带着那张最大的支票和黑卡, 打开了别墅的大门, 却被蹲坐在门口的高大人影给吓了一大跳, 带着淡淡烟草味的气息扑面而来, 悄无声息地映入我的鼻尖, 男人修长的指尖夹着细烟, 眼底混沌, 带着显而易见的疲倦, 他嗓音沙哑, 像是被风吹了一夜苏沁岩, 你买烟的眼光, 不怎么好, 我这才发觉, 他拿的居然是我藏在别墅里的烟, 什么时候被他发现的, 陆四千的视线绕过我, 看向我身后的行李箱, 想去旅游, 我没有说话, 陆四千怎么可能不知道我想干什么, 他起身, 胆去两条笔直裤腿上的灰尘, 他穿的还是昨日那套西装, 暗红色的领带松垮, 露出一大片白皙的颈部皮肤, 平日里见到的陆四千总是将自己打扮得一丝不苟, 他有洁癖,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形象懒散的他, 但现在, 我没有心思去想这些有的没的, 我没有忘记正是陆四千, 我们离婚吧, 我小心翼翼地抬眼, 却从他的脸上看到了蕴色, 想象中陆四千爽快答应, 大方甩我分手费的场景并没有出现, 替而代之的是陆四千颤抖的声音,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不过煞时, 他的神色显得更为无力, 苏沁严, 到底要多少钱, 才可以让你事事不那么自作主张, 把我全部身家都给你, 够吗? 说完这段话, 陆四千没有给我丝毫反应的时间, 他将我打横抱起, 在我正愣之际, 猛地将我身后的行李踹下十阶, 他把我塞进了劳斯莱斯的副驾驶, 狠狠给我安上安全带, 在我莫名其妙的神情中, 陆四千踩下了油门, 车辆飞驰, 一转眼就到了一个令我意想不到的地方, 灯红酒绿的大型会所, 没有门牌, 也没有会所名, 唯有门前停靠的豪车, 向来到这的每一个人证实, 这并不是一家普通的娱乐场所, 陆四千将车停靠在一辆高调的保时捷后, 顺便打开了我的车门, 他目光里沾满着是利器, 我毫不退缩地与之对视, 如今他们都知晓了我的真面目, 我和陆四千也要离婚了, 没必要再装成乖乖女哄他开心了, 我自嘲道, 想讽刺我, 也没必要劳烦陆总您亲自带我回来吧, 调查起来也挺麻烦的, 好歹也做了两年的夫妻, 互相给对方留一线余地不好吗, 闻言, 陆四千的眉头锁得更紧了, 我俩就这样无声地僵持着, 要不是不远处, 一道婀娜的身影正逐步朝着我俩走来, 我估计按照我真正的性格, 和陆四千这向来不好惹的性子, 我俩能互相倔到天黑, 庆言, 什么风把你给吹回家里来了呀, 杜燕那张红唇张合, 咬词加重了加这个字, 看着我的目光, 毫不掩饰闪过算计的光芒, 在看到我身旁的男人时, 他眼中明显一出诧异, 似乎是不明白为什么这种时候了, 陆四千不但没有和我离婚, 还和我并肩来到这里, 其实别说是杜燕了, 一时间我也不懂陆四千带我来这的意图, 我看他不紧不慢地向着杜燕走过去, 斜底与粗粒的水泥地面触碰, 每一下都仿佛踏入了我的心底, 杜燕, 陆四千应该是嗓子不舒服, 声音比平时的还要低上几分, 他面无表情道, 我无意中打听道, 这家会所涉及地下交易, 似乎牵扯金额不少, 如果被警察知道, 在杜燕目瞪口呆的神色中, 陆四千洋装可惜地叹了口气, 店被查封也就是件小事, 一辈子出不来, 其实也没什么, 进了那里面怎么得也有三餐四季, 省得你费心费力地从我心爱的太太身上打主意了, 杜女士, 您说是吧, 这一刻, 我终于明白陆四千带我来这的目的了, 她这是在帮我出气, 为什么, 我骗了她, 她难道不想和我离婚吗, 杜燕眼神变了, 她妄想始终不说话的我, 苏沁岩, 是你告诉她的, 你想破罐子破摔, 我沉默着, 杜燕的会所涉及不良勾当, 这是会所里众所周知的事, 但杜燕一手遮天, 只要有人有一心, 就会被她关在那座黑屋子里, 制度服得妥妥贴贴, 可如果想弄她的人, 是良诚首富, 黑, 摆两道通吃的陆四千, 那这件事就另当别论了, 那些杜燕背后的人, 是不会傻到和陆四千做对的, 为了不被牵扯, 他们铁定会将杜燕扔出去顶锅, 杜燕自然懂得这个道理和后果, 见我不说话, 她有些急了, 干脆把火引向我, 她恶狠狠道, 陆总, 你真以为这要巧, 苏沁岩恰好和沈娇娇长相相似, 又恰好来到了你的身边吗? 这一切都是她的计谋, 她苏沁岩, 从头至尾, 都是冲着您的钱来的, 她这种心机颇深的女人, 可配不上陆总您, 这家会所是刘总他们联合开的, 您若想要动手, 也只会沾上一身心, 为了苏沁岩这样的女人, 可不值得, 我恨得牙痒痒, 明明一开始, 是她杜燕和我打赌, 只要我能成功拿下陆四千, 她便答应还我自由身, 还会帮我寻找到我的亲生父母, 指甲陷进肉里, 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只是等反应过来, 已经三步并坐两步, 上前狠狠给了这个恶心的女人一巴掌, 我几乎是一刻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怒火, 杜燕被我一掌给扇到了地上, 她捂着脸, 妥贴高盘的头发丝散落, 脸颊一侧高高肿起, 难以置信地望向居高临下逆着她的我, 我胸阔腹剧烈起伏, 我就是爱钱怎么了, 至少那笔钱, 是陆四千心甘情愿给我的, 是正当来路, 而你赚的那些钱来自哪里, 你心里最清楚, 说完, 我才后知后觉自己说了什么, 我居然在陆四千面前利用了她本人, 却不想头顶被一只干燥的掌心遮掩, 说得的好, 低雅的嗓音响起, 带着不为人知的坚定, 我想解释的话语堵在了嗓子口, 我能感觉到陆四千在看我, 且目光沉沉, 令人捉摸不透, 可她接下来的话, 却让我压抑不住内心的颤动, 她说, 苏庆岩是我的太太, 我的都是她的, 她想要钱, 我别让她花, 至于你, 算什么? 眼前只剩下倒在地上神情慌乱的杜燕, 陆四千收回了手, 我看到她勾起唇角, 笑容一如既往的不达眼底, 在网络上肆意造谣我太太, 你说, 我如果不报复你, 是不是显得太不爱她了? 事后, 杜燕果然被带走调查了, 她被警察考靠上手铐的一刹那, 我仍旧没有从方才的对峙中回过神, 上了车, 去警局做完笔录, 我才有空询问那个, 从自始至终没有再和我多说一个字的男人, 你, 从什么时候开始就知道了? 我相信她能听懂我在问什么, 陆四千这个淡定的表现, 完全不像是才知道我身份的样子, 她没理睬我, 我叹口气, 从斜跨包中掏出打火机和烟, 刚想点燃, 就被伸过来的手给顺走了, 陆四千随手就把烟扔进了车载垃圾桶, 动作连贯, 一如那日丢掉我的展会邀请函, 从你接近我之前, 我便知道了, 这个回答极端出乎我意料, 我不可思议地转过脸, 那你还同意我住进别墅, 你疯了, 不怕我和杜燕把你骗得倾家荡产, 我也觉得我疯了, 她垂眸, 自嘲般的一笑, 可除了这样, 我不知道怎么样才可以留住你, 这话我没有听懂, 她也不打算再和我多说, 陆四千手段高明, 不过三天, 杜燕的会所就被查封了, 她也被正式定罪, 定性为诈骗以及造谣, 外加人口拐卖, 拐卖团伙被一锅端, 就出了不少失踪少男少女, 我把我这些年传的钱, 全部捐给了拐卖儿童协会, 需要能尽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 让那些孩子不至于落成到, 曾经我那样的下场, 我也因此上了新闻, 接受了数不清的采访, 那些乌言惠语也随着我做的好事, 被网友淡忘了, 我曾经怀疑过, 为什么那么巧, 杜燕偏偏来到了 我被拐卖的那座山里, 又偏偏那么巧, 选中了我, 没曾想, 她就是那个恶劣的幕后黑手, 我去监狱看她的时候, 杜燕一改往日的遗址气使, 双手戴着手铐, 隐隐为傲的卷发也被剃了, 穿着破旧的劳改服, 她说我, 你是我见过最厉害的女人, 我摇摇头, 只有我心里最明白, 这一切不过是因为路斯千偏爱我, 但具体原因, 她从来没和我说过, 我拖着下巴, 隔着玻璃对着杜燕露出一个懒洋洋的笑, 要不是你, 我也不会认识路斯千, 他一愣, 你什么意思, 我本来也只是想赌一把, 看看靠着路斯千, 能不能找到那个有关拐卖团伙的蛛丝马迹, 索性, 我赌对了, 因为临过雨, 所以才想为他人撑伞, 门外, 路斯千半倚着门框, 见我来了, 收回手机, 好看得眉眼挑动, 我微微勾起唇角, 大方上前, 扑进了她的怀里, 她垂眼, 长洁在我额间, 打下一片阴影, 把钱都捐了, 你个财迷舍的, 我嘻嘻笑着, 点起脚在她脸颊一侧落下一吻, 不是有你这个首富养我吗, 我俩相斜着, 余灰灰炸破天际, 前面的路途一片光明坦荡, 谢谢你呀, 什么, 还愿意给我花钱?